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到了科学会的时间了 今天讲什么题目呢 也认听众传来的一个意见 我觉得挺值得讲的 因为我们在先前有几集都讲过一些在二战时期的人物 可能是跟Owenheimer有关的相关科学家的故事 但是这次就有位听众说 其实如果讲在这个二战时期 这个犹太裔又受到迫害的科学家 除了有些后来出走了的爱因斯坦之外 有没有其他有代表性的人物 但都值得我们提计呢? 有的 比如一个叫Fritz Harbour 这个化学家 如果很多读中学化学的人 其实已经听过他的名字了 因为我还记得是预科程度左右 我记得读过一个过程就是叫Harbour Process 就是由这位Fritz Harbour 命名的一个过程 就是用人工化学方法生产阿摩尼亚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对于我们地球里面 生产到肥料 甚至乎炸药所需要的材料 这些这样的东西就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这里 这位人物其实是相当相当著名的 也是安斯坦的好朋友 他是犹太裔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是现代化武核截 化武战争的知乎 为什么他是这样呢? 那说回来 他就是1918年拿的诺贝尔化学奖 那其实你会发觉就变了 迟过安斯坦拿的 但是不算迟很多 那他又是犹太裔 那就是他们也都是在德国 那所以呢 大家会是friend 一些都不奇怪 因为那时候你想想那个二战前的 那整个科学研究的重心在欧洲 而且德国就是叫做重心之中的重心 是的 如果不是你都不会看到 譬如澳本海默Openheimer 他宁愿要由美国远道去到英国 然后去到德国来学当时最前缘的量子力学 都要特意走到德国那里来学 那Harbor 他重要的贡献 那这里又再讲一次就是 他那个化学研究就是令到我们去 教我们怎么去运用到这个氮气和氢气 来去人工合成到这个阿摩尼亚 那于是乎就令到他就很大的影响了 那这要和为什么他要讲到和这些化貌有关呢? 那因为他的那些研究就不仅是说这些阿摩尼亚 就是有其他的气体的嘛 就是比如你说化学家 怎样去想一些好的方法 来去研究很容易拿到某些的气体呢? 提煉到一些高纯度的某某元素呢? 那这个对于工业生产和甚至乎去到军事用途呢? 那都会有它的影响在那里了 但是他提煉了那个阿摩尼亚 对人类造福很大的啊 因为突然间那些化肥这么方便啊 那大家一袋去吃嘛 是吧? 是啊 这个直接就是说的 大规模去生产那个肥料和炸药 那你也知道现在甚至乎有人用肥料来做炸药的嘛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那些叫做消化物 或者是那些里面有的 跟阿摩尼亚和淡的化合物有关的那些元素 就可以方便我们去把这些肥料去提煉到其他的用途 那肥料来说 你有阿摩尼亚 平时人工地产生 那我们为什么要化肥其中 是用到用尿 用尿来淋农作物啊 因为尿里面有阿摩尼亚 这些阿摩尼亚是由我们自己身体 去消化那些蛋白质 去吃肉 去将蛋白质分解的时候出来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吃肉多 那些尿会压一些 那就是因为分解那些肉里面的蛋白 那时候出来的那种副产品阿摩尼亚 就会更加多在我们的尿液里面出现 那就是那句了 你能够很便宜 大量生产到 那于是乎就是 就是为了令到整个农作物收成生产 就可以提高 那这件事就很造福人类了 那还有为什么我们在均匀的时候 就问阿摩尼亚会醒醒呢 是不是只是阿摩尼亚呢 你均匀的时候问很多很强的味道都醒醒了 就是你让我去纯粹问一下那些 揮发性强的那些药油啊 你中药味强的那些东西我都醒醒了 那我是纯粹如果我说我问到阿摩尼亚 醒一醒我就觉得哇那么臭的 那样臭醒而已 是OK啦 那他是犹太裔啦 但是当时来讲的犹太裔本身 在欧洲大陆里有很多人的 所以他就是一位德国的民族主义者 但是大家要记住啦 德国的统一的时间是1871年 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而已 但是德国的民族就很久了 所以大家要分开 那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要讲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 就是因为当时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其实很轻挖战号 就是大家去打一场仗呢 可能死了几万人 十几万人呢 是差了几码的时间而已 那大家挖战号推前他 那中间有很多这些卫生的问题啦 那这位的法学家就挖了一条条出来 咦挖战号 打战号 好 没有效率的嘛 不如弄一些gas来炭一下 所以第一次大战呢 就开始有这个gas 有这个化学战 化武战争 是的 那最好就是说呢 那些气体呢 是比空气重的 于是是会沉的 它会自动遇到战壕 就沉到战壕那里了 那所以呢 你如果数一下 在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当时那个比利时战场那边呢 那个Battles of 那个叫Ypres Ypres Ypres 那是第一次记录到 是运用到六气 就运用到六气 那运用的结果就是呢 直接是整个那个防线 那个应该是法国那边 就是防守那边呢 就是被打穿了 就是成几公里闊的防线缺口在那里 就是因为那些六气呢 就是攻了下去 在那些军人完全没有任何防备 没有防备意识 也都没有防备工具之下呢 劍生焗死了 就是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那好了 怎样可以能够做到 就是这么大规模生产六气呢 其实原来呢 都是要多得化学家 包括Harbor这些人在内 令到呢 德国在当时去研究去提煉这些呢 就是工业上有用 在军事上也都 所谓有用的这些这样的气体呢 那它们是贡献了它们的知识在那里 嗯 那当然这个就大家去问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就是科学家应不应该是想一些想法 去杀大量的人呢 那一个叫Edward Taylor 做轻弹的时候 就是都有这个社会上都有这个疑问的 但是对于它来说呢 那一场仗赢了呢 就OK的了 不过最大的讽刺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犹太裔 后来德国呢 纳粹德国呢 在它的基础上面 是不是研发了一只更加厉害的毒气呢 去杀在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呢 那其实是这样的 如果说一战流到二战那些的毒气 那有几种啦 一是就是那些绿气啦 那另外就有那些就是那些戒指气啦 那后来还有一些叫Fosgene那些这样的气体啦 那基本上都是化学家去调制出来的啦 最先最先就是绿气 因为呢 整个绿气就是你在整个研究元素周期表的时候 你希望将各种的元素都能够 用一个Iso獨立提炼出来的时候呢 你掌握到那个技术 那你就懂得弄绿气 那你找到绿的元素你就弄了绿气出来的啦 所以我敢说就是绿气差不多是最早的一批 可以提炼到的那种吸入性有害的气体啦 是不是也很容易做的呢 容易的 应该容易的 最简单就是电解的 可以电解出来的 那电解是什么呢 电解盐水啦 盐水就是绿化纳的嘛 有绿在里面的 那你去透过电解你的盐水浓度高的时候 它就容易出绿气出来给你的 但是为什么绿气会杀到人呢 绿气纯粹因为呢 它是高度溶在水里的 它溶在水的时候呢 就会分离成为那些氢绿酸 和那些刺绿酸那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会对于人体是有刺激性腐蝕性的东西 所以它一溶在那个呼吸道的黏膜那里 或者那些眼睛那些暴露出来 濕润有濕润黏膜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会刺激性腐蝕的了 刺激性腐蝕的不止是 直接会令到里面的 譬如呼吸系统里面的组织是会 損傷啦 流血啦 所以就是会令到你的肺炮功能是失了 那于是乎就是窒息的 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 哇 这个也很毒啊 就是想到这样的轎了 不过就要记一记啊 希特拉在战壕里面 也都受过那个毒气的損伤 结果就盲了一段很短的时间了 那这个毒气的基础 后来发展到有些什么更加毒 我们现在都可能会在那个化墓里用呢 其实呢 很悲劇的就是 就是一个德籍犹太裔的化学家 他在一战时候帮了德国这边 贡献了一些化学武器的 的轎子啊 一些的材料出来 但是呢 去到他 就来都未去到二战啦 到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呢 他自己都有份 然后最后呢 甚至乎 哈佛自己呢 都未等到他集中营大屠杀 就是他已经死了 因为他已经开始被人移动 搞到他没有了份工了 就算他有一些德国籍的同僚 想帮他的时候 也都未帮到他 他已经是过了身了 但是后来更加讽刺就是 就是他流下来的这些化学基础 也都相信是真的有发生的就是呢 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的毒气室里面 是有用到毒气来有份杀犹太人 那你会发觉就是由哈佛自己弄出来的一个手段 最后用在自己的民族身上 那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和諷刺在里面 不 大家要这么说 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怎么预计得到呢 是吧 当时第一阵大战的时候 大家处于一个民族主义的狂烈里面 哇 谁赢了呢 大家都非常非常亢奋的 但是事后发展的情况 竟然就是反过来 他理得你当时帮我什么手 总之你是犹太裔 但是他也算是幸運 因为他死得早 他就不是在集中营里面 甚至原本就是以色列方面想邀他去巴勒斯坦那里 做犹太人的一些科研的工作 但是他接受了之后 途径在巴塞在瑞士的时候 心臟病發 中年就65岁 在他死了之后 在他的基础上面 就立术德国研究了一支 Sychomplea 这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毒气来的 那这个我们一天就不需要去遮瑕 其实你怎么总结他的科学成就 他看过他很厉害的哦 他和Max Born都有合作过的哦 我会觉得尤其是在那些 比较20世纪初期 在那些诺贝尔化学和物理学的人 你会发觉那种这样的研究 我们今时今日看很多时候 在一些教科书里面的内容 很简单 但是会是很奠基性和很基本的 但是会影响很大的研究 你可以去定牌地去比较的 你爱因斯坦在20世纪初出来的研究 他其实不是因为相对论 拿了诺贝尔 他是光电效应 一个很简单的效应 一个很简单的效应 一条很简单的 获得这个肥料 那接着就拿了一个奖 那你就算说到Max Born那些这样的人 他去和后来澳本海默合作 去把这个量子力学的手段 引入去化学的层面 去研究一下那些化学分子上面的能量阶级 那其实都是可以用到一些 一门很基础的学问 用手计的一些色 或者很简单的仪器材 就做到很大贡献的时代 那我就会说 我们今时今日看起来很简单 很容易很便宜 但是以在当时来说 有限的知识 有限的资源来说 要做到这样的发现 其实也一点都不算简单的 嗯 那大家看到后面 他是稍微年轻的时候 和安安斯坦的合照 两个是相当好的朋友来的 但是就发生到现在 就是100年之后 科学家 怎么看自己那个科学研的成就 应不影响到这个人类的福祉 还是还是 总之那样东西是新的发现呢 我们不理它是 对人类有没有害有没有益 我们都要去做呢 现在那个科学家的普遍 那个道德的角度是怎样呢 毛病人我想那个道德的问题 很多时候怎么说呢 当你现在的趋势就是 你要做越大的发现 你只能够通常负责里面一个比较小的环节 就是好说不好听 你最后的大project 就算最后那样东西 多做福人群 多违和人间也好呢 你分享到的荣誉 或者承受到的责任 只是其中一小份 所以更加多的那种的考量 就只不过是在你开发的过程里面 怎样叫做在一个知识上面 令到你获得更加多 那在这里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 你想有心想着帮人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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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 也都是做福人群 因为如果你不做福人群 可能你本身你本身 你连那些资金 拿不拿到都有问题 那这个反映都在那些基因层面研究那里了 那你要证明到 你究竟做这个这么难做的研究 能不能够令到你在未来的一些技术上面 医到更加难做的药 医到更加难医的病 甚至乎是读到一些更加难读到的讯号等等 那在这里来说 那个道德更加多 是体验于在你研究过程里面 那个诚信的程度是更加多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严重的问题 大家都要思考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究竟对人类是造福 还是对人类是有害的 嗯 这样就去到 就是 又很有趣了 我们很一方面希望就是 出来的那个东西越来越聪明 照计越来越聪明 就越能够帮到人 但是我们都不止第一次遇到这些 越帮到人的东西 最后也可以越害到人 但是我会这样说 就是总会有人他在那个道德考量上面 他可能比较乐观一些 那最后害不害人就交给其他人去管 但是现在我出于一个善意去研究下去 然后我就可以获得我的声誉去获得 優先获得这个结果 似乎这件事情就是更加能够预测到未来的走向 你很难纯粹靠大家一个讨论 然后大家在道德上觉得不应该做 接着就没有人做 最后总会有些人不生性就走去做了 你会发觉 那这个整个都是跟Oppartimer一样的 他最初的动机是想帮 就是不要让德国先做一个子弹 但是做了之后 用不用那个是不到他的决定 还有没有竞赛都不到他的决定 因为你只能够凭人一个阴暗面去想这个问题 就好像你想建立一个很保密的系统 你都首先假设有人去虧了物 就算你做科研也好 你打算做了一件事就是会益了别人 但是你都总会想到有人是立心不良 是用在其他用途 你只能在这个假设 就是在一个人性 人是不可信任的这个假设之下 去筹备你的进一步的行动 嗯 公平地说就是这位Fritz Haber 他第一个贡献 就是发明了这个化肥之后 其实造福了人类的 我相信那个造福是远高于 他发明那个武器的武器 那尽管呢 到头来也是 就是令到他自己本身的民族 是被杀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 拜拜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 留言 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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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